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上期视频我们谈到了深静脉血酸是隐形杀手 因为深静脉血酸,简称DVT 脱落以后会顺着血流到肺部、血管 导致肺酸色,简称PE 它能危及生命 有的患者没有出现任何DVT的症状 就发展成肺血酸 为了更好的,有效的以整体的观念来预防诊断和治疗 医学界将深静脉血酸和肺酸色合并为静脉血酸酸色 称VTE 美国心脏协会指出 VTE是指从静脉开始出现的血酸 它是继心脏病和中风之后的第三大血管疾病 每年影响30万至60万的美国人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除了我在上期视频提到的危险因素以外 由于年龄和可能出现的疾病和手术 大大增加了VTE的风险 前不久我认识一位年长的朋友 因为骨折手术后长期卧船引发了VTE 还有现在还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 也会引起血管内膜的炎症 血灵增高 加上全身无力活动减少 导致VTE VTE的症状会有所不同 具体取决于血灵块是在腿部形成DVT 还是传播到肺部形成PE DVT的症状大致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腿部疼痛 神经脉血栓会导致一只腿疼痛或不湿 通常被描述为静暖或者是痠痛 站立或者是行走 可以使疼痛更加明显 第二种症状是腿部肿胀 受影响的腿部肿胀 尤其是小腿或者大腿 这种肿胀可能很明显 甚至感觉到腿部有紧绷感 第三种是腿部发热和发红 血灵块上的皮肤摸起来 可能有发热的感觉 并成红色或者变色 第四种症状是腿部疲劳 腿部感觉到很沉重 但是神经脉血栓可能会没有明显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肺酸色的症状 肺酸色会引起呼吸短处 突然且不明原因的呼吸短处是肺酸色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它的范围可能从轻微到严重 有时还会伴有脉搏加快 可血 胸痛也是肺酸色常见的症状 胸痛可能因为呼吸加深或者是咳嗽而加剧 另外还会感到头晕甚至晕倒 静脉血栓酸色的诊断 首先是临床评估 医生根据患者的病史 危险因素和症状 例如腿部疼痛 肿脏 发热发红 或者是呼吸短处 胸痛 咳嗽等等 下一步是体检 医生检查患者的生命体征 还有DVT的体征 再根据病人的心率加快和血氧饱和度下降来做出判断 接着做诊断测试 包括超生检查 双个龙超生检查是DVT的常见诊断工具 还有CT肺血管噪影 可以检查血淋块 用于诊断PE 另外通气贯注 就是VQ扫描 是诊断PE的另一种选择 经脉血栓酸射的治疗 包括抗瘾药物 溶酸治疗 导管辅助血淋块清除等等 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当抗瘾经济或无效时 可以植入下腔经脉过瘾器 具体治疗计划取决于个人因素和血栓程度 对于患者来说 严格的遵从医生的指导 并按处方重要 对预防VTE的并发症和复发 至关重要 为了避免VTE的并发症和复发 VTE的患者更加应该注意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维持健康的体重 避免久坐不动 具体的方法请看我上期视频的分享 还有一些患者可能必须长期服用抗瘾药 抗瘾药的时候 请注意观察出血的症状 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总的来说 我们中老年人要更加注意VTE的风险因素 采取各种积极的预防措施 一旦出现症状 要立即寻求治疗 如果出现肺栓射的症状 这是一种紧急的情况 您立即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号码 以获取及时的医疗救治 那好 下面我想再次向需要医疗和财务退休知识的朋友 推荐小孙班长的退休课程 他的课程对我的帮助很大 现在正是他第12期退休课程的报名阶段 联系方法 请看视频上方的信息 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 订阅时 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得到我的视频更新的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问题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